进入到十二章开始 保罗就教导了基督徒的生活原理 那他谈到了我们的生活 其实就是一个侍奉的人生 每一个摩恩得救的基督徒 都应该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我们的整个生活就是一个侍奉 在旧约当中我们看到在会幕当中的祭司 那是一个典型的侍奉的模式 但是实际上旧约里面不管是祭司侍奉 他们可能蒙昭特别侍奉一些圣殿里面的事物 一些圣事 但实际上以色列百姓也是侍奉上帝 为什么上帝对摩西说 借着摩西跟以色列百姓立约的时候 谈到了侍奉的问题 特别是对法老说 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 这个百姓不只是指将来要拣选的那些亚伦的后裔 亚伦和他的儿子们 而是指整个除了埃及 在西南山下上帝与他们立约的所有的以色列百姓 与亚伯拉罕他属灵的后裔 应许的后裔们所立的约 所以这个因此上帝称他们为你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 那这个概念呢就延续到新约 所以新约里面不存在所谓的这个像旧约里面那种 有特权进入到会幕当中的大祭司或者祭司 和只能在院子里面去礼拜的以色列百姓明显是有区分的 以色列百姓是有局限的 有些东西他们是不能碰的 圣物的事情 但新约里面却称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们都是祭司 彼得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 你们是君尊祭司 是谈到了那些旧约以色列百姓的位置 新约的教会就在这个位置上延续下来 所以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该侍奉神 这也是神造亚当的时候其实给他使命 给他祝福给他命令的原因 亚当被造了不是天天就是在园子里玩耍 这个红红小动物玩玩宠物 然后弄弄花然后休闲 他分明他活着他有目的 有上帝赋予的使命 所以他活着实际上就是应该侍奉神 透过他在上帝给他的使命上 生养众多变满这地治理这地 修理看守等等 尊心神的命令在夫妻关系当中 都应该以侍奉的姿态去生活 所以保罗在讲到一章到十一章里面 整个上帝的救赎作为之后 十二章就看 所以弟兄们将身体线上当作活计 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这是所有神蒙昭蒙恩的神的儿女 都应该侍奉的 那不但如此提到了这个侍奉很关键 这样的一个原理就是要心意更新 要背神的话语更新 要学习神的话 心思如果不更新的话 我们可能就是带着这种与世俗一致 与这个世代一致的价值观和观念 这样的话就没有办法明白神的旨意 也不可能照着神的旨意侍奉 侍奉很关键的不是做什么事 我要像该隐似的我要献给神拿着何捆献上了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分明看到 上帝教导亚当夏娃的献祭是要宰杀祭生 所以亚伯信献上 因着信献上 牲畜对不对 那这个信他献上牲畜的原因是因为信 所谓的信就是相信神的话 按着神的话 献上这种寄生的手 神就运纳他和他的祭物 那该隐呢 献上的是古物 结果呢 他和他的祭物都 他的献祭都不能蒙神运 来到西奈山下 上帝教导他们如何侍奉神 祭司如何设立 会幕如何设立 宰杀牛羊如何设立 这个会幕如何建造和支打等等 如何搬运都教导 所以侍奉是一定要明白上帝的旨意 按着神的旨意 如果心意不更新的话 我们就不可能明白神的旨意 这是对于今天基督徒特别重要的 特别重要的 我自己做传道二十多年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发现有两大 有三大类 一大类是呢 这个很有热心 但是都是照着自己的热心去侍奉神 在教会里面 热心的比不热心的强 但是他热心呢 他没有知识 然后就照着自己的热心 热心来热心去 然后资格越来越老了 在教会里面就开始拉帮结派 然后后来就跟牧师对着干呢 因为他脑子里空空的嘛 没有原理嘛 就凭着自己热心嘛 然后又有资格 教会我 开脱教会的时候 什么几个家庭啊等等 渐渐地跟蓝祖神最多的就是这种有热心没有知识的人啊 然后还有一种人呢 就是就是既没知识又没热心 那再有一种人是有知识没热心啊 但最理想的就是他们热心 他们热心学习神的话 所以弟兄姊妹很重要的 我们之前也谈到了 新人是因着知识渐渐更新的 我们这些基督徒如果不继续学习神的话 我们恐怕可能只停留在吃奶的阶段 不能吃干粮的阶段 我们只是停留 信耶稣得救 这个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天堂地狱 罪 神愤怒公义 然后什么是罪 深层的东西就不知道了 所以等等不仅如此 我们必须要更多的去学习神的话 来更新我们的心意 这样的话叫我们常验何为神 善良纯全可学的旨意 当我们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或者是达到 基本侍奉神的这种 这种基本条件 然后三姐开始就是谈到了 一个在肢体里面的服侍的问题 在地方教会里面 他说我们应该照着上帝所赐给我们信心的大小 看自己和后中道 就是看正确的看待自己 不卑不亢 不要过低的看待自己 免得埋没上帝给你的才干 或者是他连德 但是也不要过高的看自己 看得过高的话 就造成教会内部的分裂 鼻子要做嘴 嘴要做眼睛的 吃肉的人就瞧不起吃蔬菜的人 信心太小 所以弟兄姊妹 这个教会就如同一个身体 身体是一个 是一 然后肢体虽然多 但不是同样的肢体 肢体之间要彼此配搭 各自做各自的肢体 所以后面说到预言的 就当照着信心 做执事的就当执事 做教导的就当教导 劝化的就当劝化 然后施舍的当称师 智礼的当殷勤 怜悯的当甘心 所以这样具体的谈到了 我们要正确的认识自己 前面谈到了要晓得神的旨意 基于神的旨意了以后 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在神的教会当中 肢体当中 我们的位置 看自己合乎中道 也能够在自己的位置上侍奉 然后究竟往后呢 就开始具体的谈到了一些 生活的守则 实际上都是谈如何侍奉神 那九节里面 谈到了说 爱人不可虚假 恶要厌恶 善要亲近 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这里面 这个很难 因为保罗呢 他讲到这个话的时候 其实用得非常精炼的话 其实翻译也比较难 爱人不可虚假 实际上它是一个 我们看这个结构 嘿 Agape Anaipocritus 第一个是定贯词 然后Agape就是Love 爱 然后后面那个就是 那个没有虚假 那这里面 定贯词 名词 又是主词 然后后面是形容词 形容词 修词主词 实际上 你说它是个分词短语 还是怎么样 这个爱呢 是没有虚假的爱 它并不是一个命令 你们要逼此下爱 你们爱不要虚假 不是命令 也不是一个劝勉 而是一个短语 没有虚假的爱 也就是说换句话说 爱没有虚假 如果按希腊语直译的话 就爱没有虚伪 完全真诚的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 它谈到了一个爱 因此有的学者呢 说这句话 比起说是劝勉 可能是整个后面段落的 一个标题 有的人这么理解 因为你说它是命令行 还是劝勉呢 都看不出来 所以就说它是一个标题 当然这里面 后面的确是谈到了很多 关于爱的 爱弟兄 什么彼此同心 等哀哭的人同爱 都是先谈到爱 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爱是联络 全德非常重要的一个美德 保罗也讲到信心 盼望 爱 里面其中最大的就是爱 那这里面说到爱不可虚假 我们注意 如果就算按中文翻译 爱人不可虚假 是一种 这种 你说陈述也好 劝勉也好 爱人不可虚假 保罗这个话里面已经假设了 不是说你们要相爱 像约翰福音里面 约翰艺书里面 小子们 你们要彼此相爱 意思说你们现在没有时间爱 所以我要让你们 你们要爱 这里面 保罗已经假设了弟兄姐妹 彼此相爱了 但是他说到的不是你们要爱 而是说你们爱的时候 要注意 不可虚假 没有虚假 也就是说 要完全真诚 我们看到后面的这个文脉的时候 多少能够体会一点 关于吃肉吃菜的这个争论的问题 然后让弟兄跌倒的问题 论断软弱的弟兄的问题 什么行事为人要叫临舍喜悦 其实都是涉及到爱的缘故 教导他们在这共同体里面 如此彼此相顾 刚强的人和软弱的人之间 如何相互照顾等等 那么什么叫爱不可虚假呢 也就是说 很多的时候 爱可能会出现虚假的情况 这个其实大家都知道 这个按一般常说的时候 也说出现不真识的时候 出现伪善的时候 这里保罗劝我们要 避免这种虚假的爱 那么问题来了 怎么能爱呢 我们从根源上来讲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上帝就是爱 我们只有从上帝那里获得了这个爱 我们才能爱别人 因为我们的本性都是自私自爱的 我们最爱的就是我们自己 我们所有的计划规划都是爱自己 围绕着自己 自己的利益 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喜好去做决定 所以圣经里面教导我们那种 以他人为中心的生活方式 舍己 为弟兄舍己 这个和我们的本性正好是相反 和我们的本性正好相反 所以呢 如果我们这个人 如果不认识神的话 不经历上帝对我们的爱的话 我们就不晓得什么是爱 我们也不可能活出神的爱 活出这个爱 那这里面说爱不可虚假 就是谈到教会内部 我们要追求那种真诚的爱 其实在社会上这种现象很多 比如说有的时候人与人之间 在公司里也好 在社会上也有一种互相利用的时候 然后表面上对你挺关心的 然后表面上对你好 然后我们看到那个 可能大家经历没有经历过 看电视也能看到 有一些电影啊 一些公司里的文化呀 人与人之间什么互相欺负啊 表面很关心你 然后跟你套话呀 然后后来再坑你呀 然后表面上关心你 后面再害你呀 互相竞争啊 所以有的时候那种 人与人之间那个好像关爱 那种都是一种什么手段呢 或者技巧等等 我们是从世界上来的 进入到教会里面 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追求的是更加真诚的 真实的这种爱 那在这里面不仅要求我们 这种爱要真实 没有虚假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后面又说了 恶要厌恶 善要亲近 这个往往是被我们忽略的 其实我们人是有个 有限的情况 如果我爱的话 有的时候我们就好像 没有办法区分善恶 如果区分善恶 好像就没有办法爱 一爱的话 你就不要讲对错 一味的包容就行了 实际上这个 他俩之间有关系的 爱人没有虚假的时候 没有虚假就要 恶要厌恶 善要亲近 那基督徒我们讲究爱 是不是就不分善恶了 注意这个概念一定要区分 基督徒讲究爱 不等于忽里忽涂的爱 对错不区分 然后我们就爱就行了 一讲爱就别分对错 别讲真理 为什么这么讲呢 就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 一定要综合来看 保罗在七他述说 这爱是出于无尾的信 和清洁的良心 什么叫无尾的信 真实的信 和没有已经被基督 保血捷径的无愧的良心 一个真正真实的信 和被赦免的良心里面 会生发对这种爱 产生人 这个生发人意的信心 所以你发现 爱和信心总是不分开的 真实的信心会带出爱 而信心本身 我们也多次强调 周三的时候也讲 周五也讲 信心不管是我信 我这种主观的 心理上的一种 这种我觉得 感觉我信 信很强调 强调那个信仰 信的内容 信倒是从听到来 当我听见神的话 有的神的话 进入到我里面 产生信 所以我信有所信的内容 信的对象 信靠的对象 所以生这种 无尾的信心 和无愧的良心 就是爱的基础 也就是说 爱不排除信仰的知识 没有信仰的知识的爱 就是糊涂的爱 我们传统当中 讲到的那个爱 就是稀里糊涂的爱 就行了 千万别纠结对错 有的时候 这个家庭辅导的时候 也说夫妻之间没有对错 某些方面对 对不对 有些事情是分不清 纠结不清对错 我们说不讲究对错 但是事件真正没有对错 是吧 顶多是责任划分 这个难的问题 你几分对几分错 所以夫妻之间 干脆放弃 别搞那个 这个纠结对错 纠结不清楚 更何况 你跟自己的喜伴 跟自己的丈夫 纠结这个的时候 就问题 比问题本身更复杂了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 爱没有虚假 善要清净 恶要厌恶的时候 实际上他就是在讲 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有知识 没有知识的话 是不可能有真正的爱 没有知识的话 也不可能你知道 何为善和何为恶 保罗在其他的内容里面说的 盼望你们的爱 现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 有爱了吗 要增长知识 知识上渐渐增多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呢 善和恶 当然是个对立的概念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善比起人的好行为 善行更重要的善 第一 首先神是善的 神是至善 除了神以外 没有良善 夫子 我该做什么善事 才能得永生呢 这年轻的财主来找耶稣 耶稣一听就听出 这个人的概念当中深层的 比起他寻求永生 这种表面现象 他骨子里面的认识 本身就有问题 所以他说 为什么称我为善呢 除了神以外没有善 如果我是纯粹人 你就没有 不应该称我为善的 因为我是人 对不对 除了神以外没有善 如果你真的意识到 我是上帝的儿子 是能为至圣者 道成肉身的弥赛亚的话 那是另一回事了 对不对 所以除了神以外 没有是善的 神是至善的 也是善的源头 万有都照着 他的美好的旨意造的 所以他所行的 尽都诚实 他手中的工作尽都是善的 因此他造完了以后 看着这个六日创造了以后 特别造完人 他是看着甚好 好的概念不如善 因为原文里面是善的意思 上帝看着是好的 为什么好 因为一切都照着神的旨意造的 上帝是善的 上帝的这个意念 计划都是善的 上帝照着他善的本性和计划 创造出来的事物 本身也是善的 为什么 因为上帝是善的 出于神的 凡他所行的 尽都公益 尽都诚实 所以是善的 所以我们说 这个世界的善是 一定是以上帝的善为基础 为参照 上帝是善的 他的行为是善的 他的意念也善的 他的话语也善的 凡与神的话语 神的计划一致的 被造的是按照神的计划一致的 所以他也是善的 那今天我们人的善 道德上的善的话 如果我们照着上帝创造的目的 按照他所启示的话语 去一致的生活的话 这个叫做善行 基督徒蒙昭是要我们行善 行善不是让我们去震灾 学雷锋做好事 夫妻老太太 然后捡了十块钱 还给警察叔叔 这种一般幼儿园 小学的时候所学到的好事 基督徒不是为了做做那个行好事 基督徒蒙昭是顺从神 亚当背离神 基督顺从神 顺从神让我们与他和好 恢复那个堕落的状态 让重新恢复那个原初创造的状态 继续活 让神做神 让我做我 我作为神的儿女 作为被造的人 蒙救赎的恩 我应该顺从圣灵 凡被神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女 过一个顺从的生活 这种生活本身是善的 为什么 与神的旨意 神的心意 神的属性是一致的 和我们被造的时候 上帝赋予我们的那个特性 我们存在的位置和生活的目的是一致的 所以它是善的 如果和神的旨意 神的计划不一致 我们即便看着是好的 被人类社会 社会性的善 可以是善 但是它跟神的这个创造和救赎的不一致的话 在神眼中也不能视为善的 所以在这里面告诉我们 当我们提到基督徒说到善要清净 恶要远离 或者要恨物的时候 这个善是指什么 不是我们心意当中 传统当中 我们所属的社会团体当中 讲的一般性的善的概念 是一定要跟圣善的神和祂的旨意一致 才成为善 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 我们学基督111义的时候也谈到了 社会性的善和属灵的善 我们可以行社会性的善 别人看来给老人让座 这个都可以嘛 不需要被圣灵充满也可以做嘛 然后去镇灾 汶川地震的时候去镇灾 手都扒着吐鲁皮了等等 这个流血了等等 这个都是社会性的善行 然后非洲有困难 我们去捐衣服 捐医疗物品 捐水 捐钱 或者是有别人需要治病的时候 有的时候用什么滴水的 需要奉献的时候 我们奉献参与 这个都是不需要重生 不需要信耶稣 一般的人 堕落的人 本性里面 上帝给他们用特别护理 保留的那个残余的神的形象 是里面仍然有那个公义和良善的那种残留的那种神的形象嘛 所以人会有这种公义的 虽然那种公义跟圣经的公义不一样 看见人被欺负的时候 我们也会愤怒 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些也是 事情也是值得愤怒 但是我们看到别人做坏事的时候 我们也感到愤怒 不平 对不对 这种不平 虽然不完全 但是它也是扭曲的神的形象 是残留的样子在我们里面发生的公用 对不对 我们这是社会性的 它达不到神的标准 但是在社会上维持社会秩序 它是一种人与人水平层面的社会性的善 它不能拿这个善 你说蒙生喜悦 在神的面前被神接纳 被称为义 是不可能的 因为达不到那个标准 出厂的那个产品都过不了检验 达不到合格的这个程度 所以基督徒在这里面所讲的善 不是社会性的善 是指神的旨意 与神的属性 神的旨意 神的计划 神的要求 神在律法和福音里面 教导我们的那个命令 执意 吩咐 一致的才为善 所以为什么保罗在这谈到说 爱没有虚假 善要 亲近 恶要 厌恶呢 恨恶呢 这就是基督徒的爱 我们人呢 一般强调爱的时候 父母爱我就不要讲究对错 纠绝对错 所以一味的包容就没有原则了 这种爱就没有公义了 这种爱也不讲究圣洁了 然后这种爱也不谈真理了 然后我们另一方面 我们容易掉到另一个极端 我们就讲真理 讲公义 结果就没有爱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这种爱 你真实的去爱的时候 恶呢 会恨我 善要亲近 当然这个 如果根据这个希腊文的翻译 也很翻 很难 越短的句子越能翻译 恶 名词 主词 然后厌恶 也是修士 你说这个是 反正不太好翻译 总之 就是说 甚至有的人把它翻译成 可证的恶 或者是 可喜悦的善 等等 总之呢 爱里面一定要有知识 这个善呢 与神的话 神的旨意一致的被称为善 所以爱里面 善要亲近 恶要厌恶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 现在有这个 善的标准和恶的标准 而且这种 亲近 或者厌恶 更准确地翻译着 恨恶 痛恨 憎恶 然后亲近呢 是喜爱 那这样的教导呢 我们看到 在旧约里面有很多 比如说 何为善 何为恶 创世纪二章十五节到十七节 上帝给亚当 放在东方的园子里 园中有一棵叫做 分别善恶的树 树子结出的果子 叫分别善恶树的果子 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 人就是必定死嘛 那什么叫分别善恶的果子 我们中国人 传统的解释是 你吃了那个 就好像中了一种毒 开始就懂得善恶了 其实它只不过是象征 它的名字在象征 当我们选择 在神的话语之外 按照我们的心意 或者按照撒旦的建议 去判断善与恶的时候 这就是罪 其实我们判断善也好 判定一件事 一件行为 善也好 恶也好 不是由我们 乃是由神 上帝说不可吃 那就是恶 吃了就是恶 善与恶不是由物质本身决定 上帝选择了那个善恶果树 那个树上 那个树的果子 作为一个记号 来表明我们人 在判断善恶的事情上 要依存于神 不管是我们存在依存于神 留意 这个一定要留意听 因为世俗的哲学 他们也很多都搞不懂这一点 当人去照着神的话 去看待那个树和那个果子的时候 应该产生敬畏才是 人不应该逾越神的命令 去尝试 去做神 禁止的事情 所以呢 我们看到亚当堕落的根本 其中包含很多的味道和元素 其中有一个就是 他试图以自己的标准去判断 什么是该做 什么是不该做 这是整个 近现代 理性主义抬头 人本主义复兴 现在强调人的自我 人的自由 共同的一个特性 决定我是不是男生 不是由我生下来的物理因素 或者是生物性的特征来决定 而是由我主观的意识 我的自我感受 我觉得我是男生 我觉得我是女生 我身上生理上是男生 但是我觉得我心理上 我觉得是我女生 所以我就有权利 我就要争取权利 我要上女生洗手间去 使用女生洗手间 然后他们说这是我的权利 这是我的自由 他们争取的是 表面上是性别的区分 跟深层的是 决定男性女性的权利 由我决定 当我这样决定的时候 这是我的自由 我的权利 上天赋予我的权利 他们认为的 那你这样决定的时候 问题是你的自由 如果得到保障了 那些在女生洗手间里 使用的真正的心理上 和生理上都是女生的 这样的人 他们的自由谁保障 这就是出现荒谬的地方 那些强调人权的人 他们往往去保护少数的 畸形的自我意识的人 所谓的权利 却不顾绝大多数 那些正常心理 照着自己的生物性的特征 又正确自我意识的 那些人的权利 突然有个女生 一个男人的洗手间里 进了个女生 然后她要说方便的话 那对那些一正在 这个办事的那些男生 是何等的冒犯 所以他们忽略了这个问题 所以判断善恶 不是我们自己判断 我说我是男生就是男生 我说这是女生就是女生 而是有我们自身之外 其他的标准 所以弟兄姊妹 在这里面基督徒也一样 当我们提到善与恶的时候 不是谈我们看为善 我们看为恶 我们需要学习上帝的律法 而且不只是知识的问题 更重要的我们发现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这种爱包含着一种性情 包含着一种性情 就是爱憎分明的那种性情 不只是知识的问题 我能分辨的问题 是我喜悦 喜悦善恨恶恶恶 这种性情 诗篇四十五篇七节里面说 你喜爱公义恨恶恶恶恶恶 这不管是我能够判断善恶的问题 我看懂了 这是恶 但是我心里面是恶恨恶恶恶 所以神就是你的神 用喜乐由高你胜过高你的同伴 希伯来书作者也引用了这个诗篇 形容基督 诗篇九十七篇十节说 你爱耶和华的 你们这些爱耶和华的 都当恨恶罪恶 不管是你们要晓得善恶 还要恨恶 真言书八章十三节说 敬畏耶和华 在乎恨恶恶恶恶恶 弟兄子们 我为什么这么讲 善要清净恶要 爱人没有虚假 虚假的意思什么 明明这是恶 我却装作爱他 这就是虚假 应该恨恶的时候就恨恶 要清净的就清净 基督徒应该看到 那些遵守律法的人就爱他们 基督徒应该看到那些 违背律法的人就感到愤怒和憎恶 憎恶不一定 憎恶那个人 但是憎恶这种行为 应该有标准 应该恢复一种正常的知识 和良心的判断 我们不一定非得去天天去控告别人 但是我们心里面 首先要有真知识 有了真知识才有善恶 然后不仅有善恶的标准 还有我们的情感也要与真知识一致 真的你这么信吗 你的情感一定会跟他一致的 你真的是爱神吗 你爱他本身就有这种心所向 你说我爱神 但是我保持内心特别冷静 也不恨 这个不是爱 爱和恨是同时存在的 爱公义恨恶恶恶恶恶恶恶 这就是神的属性 你说上帝是爱 但你发现那些拜偶像的人的时候 上帝也说 可怜的孩子 你所做的你不知道 你看哪一处经文这样描述 旧约里面对那些拜偶像 邪教都是致命的打击 几乎是灭 灭绝性的 为什么 那个是一种邪恶的 对神的一种亵渎和愤怒 所以上帝对这些恶的惩罚 虽然他忍耐 所以我在这里面讲的是这个部分 就是分辨和恨恶的 爱里面也包含着什么宽容 忍耐 但是这种宽容不是我因为不知道 而稀里糊涂的就是爱 我知道他错了 但是我宽容他 我忍耐他 我包容他 吃力回事 我不知道他对错 反正我就稀里糊涂的爱 也不分清敌我 所以我们发现上帝的爱里面 好像很复杂 敬畏耶华 在乎恨恶邪恶 真言书二十八章四节 违背律法的 夸奖恶人 那些喜欢背离神的人 他们就喜欢恶人 所谓的臭味相同 物以泪归 人与群分 那些不敬畏神的人 他们就喜欢那些藐视神 不遵守律法的 为遵守律法的 却与恶人相证 圣经里面勾勒出神的百姓 和敬畏神的人 他们是爱憎分明的 我在国内服侍的时候 我就发现中国人 其实可能就像有一些 挖扣中国人 中国人就是中中中中中 什么都立场不分明 中庸就是最大的智慧 你让他表态 他不容易表态 某一方面很绅士 但某一方面很老好人 然后甚至是糊涂 糊涂就是分不清是非 牧会很长时间发现 很多基督徒 你跟他讲道理讲不通 他们没有善和恶 对与错的区分 你既恶如仇的时候 他说你们这些法利赛人 牧师你脾气真不好 你不属灵 那你如果按这个标准的话 保罗这样的人 应该都被你定到下地狱了 为什么保罗说 巴不得那些新割离的人 把你们的小鸡鸡都割绝了 大家读加勒太书的时候 没读明白什么意思吧 巴不得那些人 把他都割绝了什么 把那些割离的人嘛 不是主张割羊皮吗 巴不得别割羊皮 连整个都割掉的 能体会什么意思吧 耶稣说西律你是小狐狸 毒蛇的种类法利赛人 耶稣骂人 你能想象耶稣骂人吗 基督徒的标准就是和尚道士那种标准 哎呀牧师不能说脏话 你知道牧师说脏话的时候 他是在恨恶怎样的恶 才说的脏话吗 他只看到你是不是善 他的善是和尚式的善 道士的善 他却没有看到那个更大的恶 如果你有记邪的心 你一定会恨我罪恶 而不是在罪恶面前 哎呀 那个像和尚道士尼姑式的阿弥陀佛 然后一种好像挺大悲慈悲的样子 其实是糊涂 糊涂土 基督徒一定要懂真理 但是 比如说这个是世界上的邪恶 政治上的恶 是吧 你可能是你父母没有被迫害过 你无动于衷 反正这个事没临到你 跟你没关系 你就不痛不痒 管他那些人 反正河北那个被强暴的那些女人 被打的也跟我六亲不管 跟我刮不论便 这种事临到我的几率也很低 那好 你也不是铁链女 无所谓 你不管 行 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无所谓 但是 你看到这样的事情上 你没有想法吗 现在基督徒因为他们没有正确的真信仰 所以他们不明白神的道的时候 他们就没有正确的这种道德观 真正的道德不是人社会里面普遍接受的价值 真正的道德是以神的话 没有神的话 没有神的律法福音的标准的话 人是不懂得如何去判断 救恩的一个目的也是要修复我们扭曲的良知 救恩的目的不光是让我们做和尚尼姑式的好人 这种好人真正的好在神看为好的 首先从认知上先好 没有信心 没有真知识的人 他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讨神喜悦 而现在的基督徒呢 在认知上就缺乏 第一是传道人讲不明白 第二讲了也是 根神蒂固几代人几千年都糊涂惯了 突然讲这样的东西 一下子扭转不过来 因为在这种绝大多数人都认可的这种观念里面 最安全 躲进群众当中最安全 这是中国人的生存法则 大家都这么干 所以随着大六 所以问责的时候 法不则重 所以在中国是不可能出现先知的 因为大家都懂得明则保身 看懂了也不置身 更何况有很多看不懂的 对不对 所以哪怕你不做传道人 你要做一个有良知的信徒 你真正信徒吗 不只是来教会拜拜信心而已 我们到底有多少吸收了这个基督教的精神在我里面 福音的精神在我里面 你不光是考虑我灵魂将来上天堂的问题 我们这些堕落的人 已经被这个世代的思想浸透的人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包括要清除我们里面错误的观念和毒素 心意要更新吗 要被新的 合乎神旨意的 这些原理去更新吗 然后里面的观念没改 然后又外面去装作一副爱别人的样子 这不就是假的爱吗 善也不懂得去清净 恶也不懂得去憎恶 那我们跟这个修女的爱 和尚的爱有什么区别的 大家都爱吗 不爱 所以基督教的爱里面有真理 有知识 有赠 有爱 有恨 有爱 爱不是一味的都是那种 好像我们感觉的 用不太恰当的 就是正面的情绪 就是爱 其实恨 你分恨什么 恨物罪恶 恨物邪恶 这也是正面的情绪 但这方面往往被我们忽略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保罗 在讲到罗马教会的时候 谈到我们爱人不可虚假 我们里面 首先要有这个真的信心 无愧的良心 被真理更新的心智 然后呢 我们才晓得什么是 何为神善良 纯全可学的指一 当然我这样讲的意思 不是让大家明天擦亮眼睛 互相挑剔毛病 然后互相定罪 来操练这个分辨善恶 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 就是当我们越学习真理的时候 我们的性情越像神 而神的性情不只是好莱坞那种 耶稣的形象 天天脸的嘴笑 然后 好莱坞里面 那个耶稣生平里面 耶稣也揍桌子的时候 也拿鞭子把牛赶出去 是不是 也痛斥法利赛人的伪善 对不对 大家看的时候 可能更多的看着 他迷人都笑 长得又帅 所以给我们印象就觉得 耶稣只会笑 不会发怒 所以基督徒就是指示笑 不会发怒 所以基督徒只会 这个无谓的 一切都好好好 然后 不会恨无罪的 不是这样的 所以耶稣的人格 他是比较眷权的 该恨的就恨 该爱的就爱 然后有些呢 他不是不恨 他包容忍耐等候 但是他心里面明镜的 他不是糊涂 不分 不晓得对错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况 基督徒应该往哪个方向发展 牧师是 善恶是分辨得很好 但是爱这方面弱 包容方面 这个从 从这个什么原生家庭 个人成长经历 方面 我是从小看我父母 是被人骗的 长大的 所以我对那些 不老实 不诚实 骗人的人 天生就非常恨 一看刷谎 玩虚的人 不诚实的人 我就特别恨 不容易饶恕 信主了以后 渐渐地发现 即便再大的恶人 也需要饶恕等等 但是现在相比 这个还是 弱啊 不像有一些人 天生就特别温柔 特别温暖 很容易去包容别人的软弱啊 等等 但是有些人呢 他们是缺少这种 公义等等 所以我们之间 我们要追求这种完全的 合乎圣经的爱的时候 要各个方面元素都要健全啊 当然你一旦什么爱憎分明的话 进入社会的时候可能不太适合社会的法则啊 你要进入社会的话 你爱憎分明那肯定会有很多的麻烦 但问题你要做基督徒的话 那你需要晓得一些神恨恶的事情 神喜悦的事情 有爱 有所爱 也要有所恨 那除了爱以外 还有智慧嘛 有些事情 我们该发言的时候发言 不该发言的时候不发言 该发言的时候就发言 不该发言的时候不发言等等 是不是 还有一些智慧嘛 不分场合就讲一些不适宜的话 这不就是缺乏智慧嘛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这个其实往后比起讲教义 罗马书后面的一些生活法则更难啊 更难 因为他讲的比较精炼 所以除了分析经文本身 可能更多的就是结合我们自己应用了 那一句话 比如说你还需要心里火热 常常服侍主 这个话其实不用太多解释 大家也知道对不对 那问题是怎么去应用的问题 所以我期盼的是什么呢 就像这个话 爱人不可虚假 一方面我们除去那种世俗的 伪善的那种爱 另一方面我们要留意的就是 偶外的把这个恶要厌恶 善要清净夹起来了 这是据我观察是绝大部分基督徒所缺的 就是我们那种心中那种 不管是知识上正确判断事物的能力 还有就是我们那种情感 那种公义的心 恶的就恨恶 爱的就喜悦 当我们看到有人行上帝所喜悦的事情 我们就喜悦 但是当我们看到有人行恶 无论是得罪神的还是这个践踏灵舍的这样的事情 我们也感到愤慨等等 这种情感应该有 对不对 基督徒是世界的光 基督徒是世上的眼 其中有一个特点就是 基督徒当世人在道德标准混乱的时候 基督徒应该透过他的生活 透过他的言论 能够给大家看到一个 一个人应该如何正直的诚实的 该恨的就恨 该爱的就爱 这样的爱憎分明的这样的人格 也是一种见证基督教福音的嘛 在这个世代当中 大家都明哲保身的时候 大家都把自己隐藏在群众的声音里面 不表达自己的立场的时候 虽然是生存的某种智慧 但是在上帝眼中 这种生活到底是不是神喜悦的呢 那基督徒如何在这样的情况当中去生活呢 这是非常实际的事情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们一起来祷告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与众弟兄姊妹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远 阿们